别害怕,我带你出去。27岁的杨柯璋在2015年5月30日的一场救火任务中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也将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场大火中。短暂的一生里让160多人重获新生,这样的人有多少?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消防员背后,又有着怎样感人的故事。 微观人物故事,励志激励最为上进的责任青年。本期子牙同去微观视角,就带领大家认识消防战士杨柯璋,以及他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故事。2015年5月30日零时,玉林市区的一栋正在改建的九层高住宅楼发生火灾,火是凶猛。 玉林市消防支队明山中队接到通知后,火速集合,派兵支援,作为明山中队政治指导员的杨柯璋也在救援队伍里面。 0.02分的时候,16辆消防车65名救援人员已经到达了火灾事故现场,准备展开救援。 杨柯璋和其他消防员很快搭建好消防梯,进入起火住宅楼逐层开展搜救任务,等他们到达五楼的时候,发现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被困在卫生间里,母子三人被滚滚浓烟熏到几乎晕厥,妈妈怀里的小女孩因为害怕一直止不住地哭。 火势越来越大,烟雾已经弥漫至整个卫生间,如果再耽搁,三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 救人心急的杨柯璋先是安抚小女孩,告诉她不要害怕,随即决定由自己先带着女孩借助安全绳从五楼降落,到达地面,保证把小女孩转移到安全区域。 可就在杨柯璋抱起被困女孩向安全区域转移时,由于火灾现场烟雾太大,能见度低,杨柯璋在摸索中脚底踩空从五楼电梯口坠落。 当救援官兵们发现杨柯璋的时候,他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怀里还紧紧地抱着小女孩,由于伤势太重,杨柯璋抢救无效不治身亡,幸运的是小女孩除了头部擦伤,其他安好无损。 5月30日凌晨5时,消防英雄杨柯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小女孩的妈妈事后回忆说,杨柯璋在带女儿转移到安全区域的时候,对自己说了一句大姐我救你女儿出去,你放心。 她实现了她的承诺,可是为了这句承诺,她也献出了自己年仅27岁的生命。 参与杨柯璋抢救的医生说,一般人在从高空坠落的时候,都会本能地用双手支撑地面寻求保护,但是她却紧紧地抱住怀里的女童,如果不是,她为女童充当人肉,缓充电,小女孩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杨柯璋壮烈牺牲后,关于她生前的英勇事迹也被传开。 这位1988年出生的男人,在广西省玉林市长大,也许受家庭教育影响,立志要成为一名士兵的她骨子里流淌的就是英雄的血液。 19岁考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杨柯璋就坚定了自己要当兵的志愿。 大学4年,她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认真学习,积极锻炼。 23岁大学毕业后,她想是时候兑现对自己的承诺了,于是入伍成为了一名消防兵。 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杨柯璋分外珍惜每一次训练,不教一生苦,不海一生泪。 出色的业务水平和技能让年纪轻轻的杨柯璋成为了玉林市消防支队北流中队副中队长, 特勤中队副中队长,后又调任了玉林市消防支队明山中队指导员。 成为消防兵的这4年,她共参加灭火救援任务200多次,抢救疏散被困群众160多人。 杨柯璋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路见不平必定拔刀相助。 有一次,由于支队生活物资库存告急,杨柯璋便和同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生活物资。 为了赶时间,她和同事走了一条偏僻的道路,恰好碰见有人抢劫。 杨柯璋发现以后立刻上前制止,歹徒见有人过来阻拦,转过身来就要对阻拦的人下手。 到底是当兵的人,训练有素,杨柯璋三下五去二就把歹徒制服,被抢劫的人获救后连声向他道谢。 还有一次,杨柯璋想着好不容易有假期,就打算去看看老同学联络联络感情。 谁知,刚到同学家楼下,就听见有人喊救命,消防员的本能反应就是马上救人。 他抬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一个小男孩身体的一部分被防盗网卡住,一部分悬在半空中,紧张,害怕的男孩拼命地挣扎,可是越挣扎越危险。 一旦防盗网支撑不住,男孩就会从八楼坠落,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就在危机的时刻,杨柯璋一边打电话向消防队同事请求支援,一边迅速地爬到八楼做好安抚工作。 在消防队到来之前,尽量把能做的安全措施先做到位。 最后,等到救援部队赶到,杨柯璋用液牙工具剪切开防盗网,在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救下了男孩。 每一次参加救援任务,杨柯璋都是冲在最前面,不敢有一刻耽误,他深知自己身上肩负的是每一个被困人员的希望。 生命只有一次,他却用自己仅有的一次生命让160多人重获新生。 如果可以,他还愿意参加更多的救援活动,帮助更多的人挽救生命。 可是,2015年5月30日的这场救火任务,让他再也没有了机会。 作为一名消防兵,杨柯张生的光荣,死得伟大。 他爱港敬业,工作以后没跟家人吃过一次年夜饭。 即使工作单位离家只有几公里,父母想来给他送点好吃的,也被他用影响工作的理由拒绝了。 他把青春和激情,责任和担当给了国家和人民,他是勇敢无畏的热血青年,是救人与火的消防英雄。 危急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为了完成救人的使命,他甘愿牺牲自己,用平凡的身躯当肉垫。 牺牲时,他只有27岁,也曾是父母,亲人的骄傲,是爸妈守心里的宝。 杨柯张舍小家,雇大家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学习。 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放在前面,把自己的安全置之其后,他把生还的希望留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 他在烈火中忘却个人生死,他是和平世界的英雄,和谐社会的楷模。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在灭火救援行动中牺牲的消防员有近30人,消防员是和平世界留学最多的职业。 他们也有父母家人,却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做一名军人。 像杨柯张这样,在国家和人民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单位为杨柯张举办追悼会的当天,御林市人民群众自发地拉横幅悼念人民英雄。 因为他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英雄品质,杨柯张被列为革命烈士,荣获一等功。 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国家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见义勇为的杨柯张,为当代青年树立了榜样,是人民心中的道德模范。 在杨柯张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的颁奖词上,感动中国组委会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 是的,杨柯张还活着,活在父母和御林市人民的心里,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 你怎么看待杨柯张的英勇事迹呢? 你怎样看待消防员这份职业?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